在通信软件和高科技发达的日本 现在还有人在用传呼机这种老古董 前不久日本最后一家传呼机服务商 东京TallyMessage 宣布从明年9月起 正式停止所有的传呼机业务 可能很多90后和00后会很疑惑 这个传呼机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传呼机也叫BPG 估计只有80后网上的叔叔阿姨们才有印象 是手机诞生前最流行的及时通信工具 开始是数字的 后来能显示一些简单的汉字 极大的满足了人们通讯的需求 再后来的事情大家应该都记得了 大哥大出现诺基亚爽起 苹果面试 通信步入智能手机时代 BPG的用户越来越少 2007年3月初 中国联通公司申请停止经营无限徐呼服务 这意味着BPG在我国成为了历史名词 很少人用不代表没人用 目前日本还剩下1500名左右的BPG用户 为了给这批用户提供正常的服务 在旗下最后一款BPG停产的20年后 东京TeleMessage还在鼓鼓支撑着BPG服务 不知不觉就成了BPG市场的颅苗 这明显就是贴钱养入户的行为 该公司每年亏损7000万日元 最终12月3日在官网发布通知 告知任务因经营考虑 从明天9月起正式停止传呼机服务 并对数十年来老任务的支持和贺爱表示感谢 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享受看更多其他事 欢迎关注